有世界最大的魚種金沙 還有許多稀有的海洋生物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一年可以吸引380萬人次參觀 巨大水槽直接從海水引流 讓海洋生物深深不息 潮吸引目光 但現在來到沖繩 不能錯過的還有 成星水族館2020年5月底正式開幕 不只能欣賞水槽內的生物 還能體驗數位影像 影響空間設計 交織成的光影世界無敵療癒 坐著喝咖啡吃點心 可是比較特別的是 晚上變成酒吧 真的假的 水族館晚上變酒吧 對 然後還有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他們的水族館的館長 來當DJ 館長當DJ 太有趣了吧 會變身的水族館 距離那巴基場 開車約15分鐘 不遠處還有個疫情期間 默默開幕的網美飲料店 也有超人氣 對 汽水很有名的 這個很有抽象的感覺 好美喔 對 對 那個上面的球球是可以吃的果凍 果凍 對 裡面的花也是可以吃的 像透明彈珠般的花朵果凍球 一整顆都能吃下肚 光看就有好心情的飲品 搭配一萬無稽海景 賴上一天也沒有問題 這個真的超美的草莓 真的一遮一遮電動 然後可以到他們的樓上 然後休息看著還對 超美的 好幸福喔 有沖繩小希臘之稱的賴場島 還在線旁 一間間咖啡廳 適合吹著海風 享受音樂和落日之美 類似超chill 愜意景點 還有剛剛拉枝鼓 數十萬年前 曾是中蠕動的地方崩塌 形成自然豐富峽谷 在洞穴裡靜靜的喝咖啡賞美景 而沖繩中部 新野集團咖啡廳 是利用自然地形 營造出的特殊空間 也是日本國內 規模最大的海景咖啡廳之一 要測就是沖繩人氣美食 豬肉蛋飯糰 台灣有展覽也非常有名的 還有這披薩吐司 對 披薩吐司上面有苦瓜 很特別很特別 好可愛 還一定要喝的就是 氣泡果凍 蘇打 水 疫情期間緊繃了好久 想放鬆暢游沖繩 現在正是時候 芭樂新聞綜合報導 鎖定芭樂名稱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